歡迎 Harris Harris 超會學的… 好可愛喔 她才10 身材很好喔 她這件上衣還滿好看的耶 腿好直 好細喔 就是這麼高 還穿著一個高跟別 Harris她住花蓮喔 被同學當成藝類 Oh my God 妳住花蓮啦 好地方啊 好地方 美國回去然後就住在花蓮這樣 花蓮很漂亮喔 對啊 好像好水 對啊 花蓮的人應該也很好啊 對 他們都很親切 很親嘛 對不對 從沒有看過生魚片 還以為是成年裡特有的食物 對 那時候因為小時候剛回來 然後 就是小時候在家裡很少就是看到 但是我們都不可以吃 所以呢 沒有 我就以為是一定要成年才可以吃 對 就是小時候可能家人就想說小孩子 不能吃 太辣 是… 她介於那種女人跟女孩之間有沒有 又有成熟的孕育味又很可愛 你是哪裡的混血兒 哪裡混啊 對 中美 所以是爸爸是美國人還是媽媽 爸爸是美國人 就白人那樣子 對 爸爸是黑人生出這樣 妳是白痴喔 妳現在是白痴喔 妳生氣嘛 我一定生氣了嘛 她爸爸還是很有名的人 歐巴馬 她說了 在泰國生活了近10年 10年 10年 10年啊 對 去那邊已經差不多10年了 妳好國際化喔 對啊 曾經因為誤解了那個泰語 人家要他進來 他不敢進去 對 就是有一次去朋友家 就是那時候聽不太懂 他爸媽就會一直說 靠白 我就說 靠白 對 是台灣的靠白 我就說 為什麼他們每次都不歡迎我去這樣子 罵髒話 對 後來我才 因為妳在台灣住過嗎 我以為是台灣 對 其實是說請進 請進 喔 其實是在歡迎妳啊 對啦 不是罵 聽起來像 對啊 不會 不是啊 張學友 我以前也以為他在罵 怎麼說 哪一首 好久 應該跟好朋友分享 好久不見 靠杯 靠杯應該是 杯子跟杯子靠杯喔 喔 好朋友啦 你不要誤會張學友好不好 沒有啦 泰國男生曾經追求他 但用很老派的方式 結果讓他喂了一碗蚊子 蛤 就是因為就是他們很喜歡彈吉他 然後唱歌 唱琴歌這樣子 然後那次就有一位 一位朋友他很喜歡我 他就在外面公園就是 一直彈吉他 然後就 被蚊子咬了真的很多洞 那你有覺得浪漫嗎 不會 我覺得還蠻噁心 就是很熱然後又被咬的那樣子 所以他沒有成功 對 好困難 那很瞎妳幹嘛聽兩個鐘頭呢 沒有聽很久 但是蚊子太多了吧 妳沒有聽很久喔 他一定是追求者很多 對啊 聽起來很好 好漂亮 那台灣男生有一種 用星座搭訕的方式 讓他抓狂 怎麼說呢 台灣的男生就會很喜歡去 就是認識我或追我的話 就會用星座 就一開始就一直問你說 就是